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示的是经济房屋移民 外交等政策大高 同时还列出保守派倡议的2025计划 也就是Project 2025供网民来对照 贺锦丽则实言 她将会协助劳工以及中产家庭要减轻生活的负担 根据报道 贺锦丽以前进新道路 A New Way Forward来作为标题 按照不同范畴罗列出政策重点 以经济为例 她承诺要让普通百姓减低日常所需的开支 也要为此把面向扩大到低薪人士的工作所得退税 还有子女的退税 竞选团队估计这两项措施 可以让一亿个家庭受贿 其中新生儿第一年的退税额更是高达6000元 她也延续总统拜登控制处方要价的政策 包括把胰岛素的每个月自付费用限制在35元 处方药的年度自付费用限制在2000元 目前只有拥有Medicare的民众可以享有这项优惠 但是贺锦丽希望能够扩大范围让人人都可以受贿 预料这个举动也会受到共和党和医药界的强烈反对 住房和日常生活方面 贺锦丽则承诺向第一次买房子的民众提供25000美元的补贴 另外也提出哄抬价务的禁令 要阻止企业 在这一方面贺锦丽要阻止企业擅自提高食品和杂货价格 外交政策方面他则表示会和全球盟友同一个阵线来对抗集权 确保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赢得这个竞争 此外在维护以色列自卫权力和能力的同时 他也表示要确保巴勒斯坦人享有自觉和安全的权利 那么前总统川普也在他的网站列出了20项政策打纲 也包括移民问题上封锁边际 经济上结束通货膨胀 另外在川普方面现在也面临的是年龄方面对他的大不利 在拜登退选之后 川普顿时成为最年长的总统候选人了 以前他用年龄攻击拜登不遗余力 现在反时其身 年龄成了他自己的弱点 他发言时也一向是向逻辑在挑战 完全不以逻辑为准 以至于部分的评论则指川普讲话是语无伦次 民主党更是批评他没有办法说出连贯的句子 而川普之前批评拜登不适合担任总统的压力 现在全部都转移到他自己的身上 这一次面对年轻将近20岁的副总统贺景丽 川普则需要在辩论的擂台上要证明他自己的能力 而川普首次的表态支持放宽大马管制 允许把他列入第三类要务的阻别 并且要让政府改革相关的法律 推动相关研究 分析则形容川普为了要争取年轻选民的支持 这一次是罕见的与现任总统拜登立场是一致的 在全美24个州与首都华盛顿目前都是允许民众消嫌使用大马 拜登政府在今年5月已经把提议让大马归入第三类管制药物名单 在现在不再与第一类的海洛因迷幻药同级 联邦也会加快研究大马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接着我们再看到 这是关于联邦政府 参众两院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 在拨款的预算上又再度各执一词 也使得联邦政府可能再度面临停摆的危机 共和党控制的众院则提议在预算案当中要增加投票条文 要求选民登记或投票的时候必须证明公民的身份 但是民主党方面迅速的拒绝了 政坛则有消息透露众院议长麦克·姜森 引前总统川普的要求才会在预算案当中加入了这一部分的条款 所以在现在的话 联邦政府有可能会再度面临停摆的危机 我们在新闻方面也看到 联邦高等法院做出了禁止大学 在招生过程当中考虑申请人的种族因素的裁决 实际上就是废除了平权招生政策一年之后 今年秋天就读一些精英大学的新生族裔构成了一个新的变化 非裔的新生比例因此大减 学生多元化程度也因此下降 虽然部分大学说学生人数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但是也有一些大学说包括了非洲裔在内少数族裔学生的人数下降很大 属于后一种情况的大学包括了Saint Louis的华盛顿大学和一些长春藤的名校 这些大学的负责人现在正在设法了解少数族裔学生入学人数减少的真正的原因 好 再结束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以前 我们看一下英国威尔斯王菲凯特今年3月宣布罹患癌症正在化疗中 而昨天他公布了最新的影片 记录了一家人在大自然中享受天伦 同时宣布他终于结束了化疗 接下来几个月会努力的重返岗位来履行王室的义务 那么在这一次他的抗癌的历程 在昨天他的影片当中 他也表示他要重新反思爱和被爱 而英国王储威廉在今天则独自的出席了公开活动 他也承认凯特在抗癌之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凯特王菲表示感激生活当中简单却重要的事情 治愈和完全康复的道路很长 必须继续度过每一天 根据报道凯特王菲在今年1月接受腹部手术之后 发现罹患癌症 2月下旬就开始接受预防性的化疗 到3月他发布的影片当中 对外宣布他罹患癌症 而在9号昨天他则表示已经完成了癌症化疗 与外界分享他的好消息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听众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互面见为朋友们翻译编辑播报 谢谢您的收听 在12点半别错过 今天和吴哲芳、吴博士带给大家的有机原地 另外在这儿还是要提醒您 今天晚上7点钟 仍然别错过在HPD带给大家 反恐特警队的活动 7点钟在市中心 详细的情形地点 您可以到德州中文台的主网页就可以看到 好的朋友们休息一会儿 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